- 天氣越來越冷了,一個人在房間睡覺的時候,有時候英文的感覺讓你覺得旁邊多雙眼鏡在看著你,那種感覺只有你自己知道,或是當你看到什麼不合理的畫面,但沒有人相信你的時候, 你一定會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夠出現在這些恐怖靈異影片當中。今天就要帶你來看五部讓你半夜不敢上廁所的恐怖影片。 當老闆最怕遇到不講理的奧客,跟怕遇到店裡出現,看不到又按來亂的奧客。墨西哥一間店面老闆Mario一直遇到奇怪的事情,包括店內架上的東西自己動了起來,或是電器用品沒有插電俠啟動。 這樣的一切都足以讓這位老闆考慮關店,但最恐怖的是以下這段影片。 某天晚上關店的時候,監視器捕捉到一個讓人頭皮發麻的畫面。 我們可以解決定,讓人手放上十分為難,尋找了一些要件的要件。 但我現在已經可以解決。 、但是,即使可以解決。 decides,如果想要關於冷靈的這段影片, 想要戴一條角、開眼、至於 Per能力。 它們有確定的一切都是一切都, 對方無限的最少。 但是,這次要專門開閉一切都 irreleva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群玩偶之间突然冒出了一个之前恐怖的某某传说长相的玩偶站了起来 如果这个还不够可怕 当Mario正在做直播的时候一下事件发生了 那张恐怖的脸又出来了 只不过这次他在上面看着Mario 虽然作假成分极高 但是如果单纯为了抒压娱乐效果 只能说Mario成功了 第四 地下室 网友Harry McLary在家里听到地下室传来奇怪的声音 影片一开始就听到狗狗的哭喊声 也可以明显听到地下室有人在甩门的声音 当众狗狗一直不停的哭喊 网友到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却不敢下去 就在他持续的拍摄下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一阵大声的脚步突然冲上来 但却没有看到人 你们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第三 The Game of Tag 韩国男团Seventeen上传了两部他们上中一节目挑战游戏的影片 影片中男团13名成员玩这个叫The Game of Tag的游戏 游戏简单介绍就是他们分队进去一个建筑物找钥匙逃出这个密室 只是里面会有三个凶手追逐他们,被抓到的人就输了 影片看似欢乐好笑,直到其中一个成员看到一个奇怪的画面 他走到了一个房间前,然后说,里面有个凶手 但是在那个房间的摄影机画面却没有拍到任何人 为什么他看到有人,画面却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出来解释在里面看到一个女人蹲坐在柜子上 制作团队解释他们雇佣的人都是男性没有女性 也没有人在里面啊 后来换下一组进去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与第一组的任何交谈 所以他们进去后,也不知道刚刚那个成员看到了什么 这组的其中一个队员也走到了刚刚看到女子的地方 的真是更好 画面上里面,他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男子却像空气点头般一样 他出来表示不让他应该有空气不停 可是在那裡看到一個女子坐在那裡,跟她眼對眼 看到這裡,第三組其中一位成員經過那個房間後,也說了這句話 事情發生一次兩次叫巧合,如果第三次有可能就是刻意了 現在男團一致認為製作單位故意安排這個橋段,偷偷放了第四個兇手 前面兩位在節目結束後覺得很奇怪,所以跟著工作人員到那個房間看了一下 製作單位還是堅定地表示,他們並沒有整他們 所以你們覺得這是節目表演之一嗎? 還是男團真的遇到了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粉絲了呢? 這裡,這裡,這裡 看來,看來 看來,看來 你現在在旁邊嗎? 在旁邊嗎? 在旁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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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 看來看,看來看 啊,真的看來看 第二,鬧鬼住宿 頻道ETFW定時的到不同鬧鬼的地區拜訪 在其中一集他們拜訪了澳洲一間鬧鬼的B&B 這個住宿傳說被一位曾經住在那裡的神父靈魂佔據 他們在那裡訂了一晚的房間 帶了疊先板,想要跟靈魂溝通 當然也少不了攝影機來捕捉一些靈魂畫面 在他們招臨儀式的時候,儀器就開始出現怪聲音 - 要玩一下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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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他們訂的房間設立了攝影機 在凌晨2點15分的時候 某一位抓鬼探險者起床上廁所 走道上的攝影機顯示他經過走道走進廁所後 廁所的門慢慢自己關上 一小時後廁所門又出現了靈魂現象 杯子掉下去後,吵醒了他們 他們發現掉在地板上的馬克杯之後 又發現前門被打開 但是他們用邏輯解釋 有可能是因為前門沒有關 風吹進來導致杯子掉在地上 但是他們也不確定 因為昨天晚上睡覺時,確實門是鎖起來的 你們覺得這一切都是巧合呢? 還是他們真的捕捉到真實另一畫面了呢? 第一,隱形室友 網友Veronica是一位單親媽媽 在2019年1月底的時候 由於覺得自己家裡總是出現奇怪的現象 擔心小孩跟自己的安危 於是在房子內安裝了監視器 他自己是一個不相信鬼魂的人 但是拍到的畫面 卻要開始對另外一個世界改觀 原本看到這畫面還跟自己的朋友開玩笑 但是他發現越講越多 家裡的怪事就越來越多 直到後面越來越多奇怪的現象 你在這裡嗎? 你在男生室裡嗎? 閉嘴,別在這裡 他甚至請了神父、靈異偵測團隊 還有一兩個靈媒來家裡 他表示這些人都說家裡的確有靈體 但是都沒有做解釋或是幫他處理 我可以救你 如果有什麼糟糕的事 我可以走進去旁邊嗎? 我可以走進去旁邊嗎? 我可以走進去嗎? 我可以走進去旁邊嗎? 我已經跟著我嗎? 我沒有跟著我 我還沒跟著你 你後來把他的路 這個延 cons了 去這裡 不要走 不管家裡都住了什麼靈體 重要的是他跟他兒子後來已經搬家 重要的是他跟他兒子後來已經搬家 目前人都平安,也没有再经历任何奇怪事件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你喜欢恐怖影片,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拜拜